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正题里面来 这个office请求应该是清楚的 然后再来说 hide的请求是什么意思呢 hide的请求就更好说了 hide的理想求的话 仍然是简化版 版的get请求 它的特点就是 直返回get请求处理 时的向 应头 不返回 响应 响应 不返回响应体 那么有意思吗 你看hide本身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代表是头部的意思啊 所以你就理解为 对应于一个接口来说 你用get请求的话 那你会拿到完整的请求报纹 包含了你对应的状态码信息 响应头的信息 和你在试图当中返回的响应体的数据 而对应到get的请求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它直接就把你get的请求处理 试图处理当中那个响应体的 在你的return的response 这一部分去掉了 就只包含了状态码跟响应头 那么意思吗 只包含了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hide的请求 它的一个htt协议当中 规定的请求方式 所以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也就意味着说 你在plask当中 一旦定义了一个试图之后 这个试图的默认支持请求方式 就这三种 get options跟hide 能明白什么 原因就在于get的方式 肯定你是去做的 因为你要去自己 在实现业务逻辑 反复数据 而剩下你自己实现完业务逻辑之后 options请求跟hide请求 flask的自动就能给你补充进去了 能明白什么 flask自动就能给你补充进去了 不需要你去管了 所以他给你允许这三种方式 然后那你现在想了 这三种方式可是并不满足我们需求 我们一般情况下 只用到客户端真实的话 只用到get的请求方式 但是客户端除了get之外 还会用什么呢 还会用我们自己想要的 那些个post 然后put delete patch 想要去用那些个请求方式 什么意思吗 那这些方式怎么办 好 你需要放开请求方式 怎么放开 通过messus这个参数 在定义路由的时候 后面可以多传一个messus 传这个messus的话 就来去声明 当前的这个试图 在访问到这个路径的时候 允许什么样的请求方式 你要去注意 messus传的是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当中 你可以传一种请求方式 也可以传多种请求方式 比如说我对应到这个试图 就想让他去支持post的请求方式 get的请求方式都不支持 怎么办 messus直接只传入一个post就足够了 那接下来这个试图 你只能拿post的访问 访问 你如果拿get的方式访问 你说会出现什么问题 出错 你猜会出什么错 不是找不到 你的路径找到了 叫405的状态码 还有印象吗 大家之前这个状态码 405是什么状态码 messor的not hello 请求方式不允许 那么明白 然后大家看一下 底下的立动方式 是不是相当于 我不要他同时支持了 get跟post 这两种方式的 对吧 那么明白 好 那我们在这里面 就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就可以了 演示一个就可以了 请求方式 这个是messor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给你放开 messor 比如说我现在就让他是以post的方式 指示post方式吧 指示post方式之后 然后呢 我让他去运行一下 啊 已经 端口被站着了 好 我现在直接点击的话 那其实不是以干的方式啊 看一下 messor的not hello的吧 对吧 你看 我再给你发一遍 状态码是不是405 你要清楚 这个标准状态码 就这么去利用 所以他直接给你返回的司令 那至于请求post方式的话 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postman大家都用过吧 都用过吧 拿postman直接一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只要知道 这个messor就可以了 好 那关于自定义 支持的请求方式 就是这些 我们就不会再给大家看看 我们就会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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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